个人觉得家不是越大越舒服 家的温暖与否不在于大小 而在于家人和家人之间 能不能彼此真诚相待 VV是妈妈中的超强战斗机 独自带着VV有累险过好多地方 VV和VV是最默契旅游拍档 每天晚上过了12点到凌晨5点之前 总能听到一个嚎叫的声音 有的时候呢晚上会嚎叫两三四 有的时候会嚎叫整晚 那种声音呢有点像掉落悬崖的感觉 再加上一些腰风从窗缝吹进来会有 但是后来想想没有什么可怕的 怕的应该是做亏心事的那个人 总的来说呢除了房顶栽漏水 再呢就是整晚深夜的嚎叫声 其他的呢还是很开心的 总的来说呢电梯公寓老师偷天 还有学生套房 我也是都经历过了 如果说哪种房屋是我觉得住的最舒服 悠悠来咯还有爸爸和妈妈 哈喽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薇薇 我们现在呢在台北 来台北办访一些学长啊一些前辈 想趁着下午的时分跟大家聊一下我住过的房子 虽然我是大陆媳妇 但是我敢保证比很多台湾本地人经历的更多 有的时候啊回想这一切 幽霸就会安慰我虽然我们这一切走来呢是很离奇很狗血的心路里程 不过呢到现在为止自从做了YouTuber发现 诶都是我们的财富 台湾住宿经历 老师电梯送于台北 我当时呢刚好是在台湾备产 准备在台湾生产啊 当时呢真的是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住所了 所以我先生呢就把我寄养在他台北的兄弟家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在家呢靠不住家人 但是呢在外绝对可以靠得上朋友 YouTuber的这个兄弟啊还真的是够赞的 想象一下呢谁都不愿意接纳一个孕妇在家 但是我到了那位好兄弟的照顾 我赖皮式的呢在他们家寄养了大概两个多月 那就说一下在他们家住的感受吧 他们家呢是在台北新庄那一边 住所呢是比较偏早年一点的电梯社区 有中庭有电梯 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了 虽然说年头比较久一点 但是维护的真的是超级棒 台湾的楼房真的是维护的很好 虽然说它外表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新闪亮亮 但是你走进去不管是社区的管理啊 还是环境啊 真的还是特舒服 垃圾的处理呢也是规中规矩的 门卫的管理人员呢也是很客气 台北的设施就更不用说了 周边的设施真的是应有俱有 他们家前门后门八九个便利商店 要说住在台北那两个月唯一住的不太舒服的地方 就是台北的气候实在是又闷又湿又热 真的是不太舒服 其他的都是很赞 那在台湾第二次住的比较长久的经历呢就是在高雄 台湾住宿经历啊到天宁宿高雄 当时住了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 起源是因为有点打算到高雄去定居 让悠然在高雄这个城市长大 对于像我这种外来的媳妇 对这个城市一点都不熟悉嘛 还是要去住一下感受一下 毕竟高雄这个城市呢属于是新兴发展起来的大城市 路很宽 楼很新 就很符合那种大陆人对审美的这种要求 而且当时说实话我没有太融入台湾的这种文化 还是比较大陆人思维就是 城市要现代楼要新才会舒服 于是呢当时就在Airbnb呢定了一个半月的民宿 地点在延城区 跟大家说一个比较标志性的就是高雄一定要去喝双飞奶茶 我当时和悠然的那个民宿对面就是双飞奶茶了 说一下那一年大家应该是特别有感触 就是高雄发大水下了很多场的暴雨 没日没夜的下就拿我的雨伞来说 愣是硬生生的折断了三把 完全就是风吹断的哦 哎好巧不巧都被我们赶上了 住的那一个半月有一个月都在下雨 那来说一说街道抱着悠然汤来汤去的去买 断奶走一天 淹水特别严重 我们两个就沦落到一家咖啡厅 从我眼前飘过的是一辆摩托车 完全就是河 还有浪 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高雄的淹水原来如此夸张 最后让我开眼界的是那段时间 家家户户 只要是住透天门面这样的地方 都会有隔水板 哇真的是让我开了眼界 也是我第一次体验这种透天的房屋 当时呢我们是住在二楼 其实二楼呢很多房间的 包括三楼每一层楼都有公共区域 比如说厨房啊都可以任我去使用 还有就是天台洗衣服晾衣服也都是随意的 特别要说一下那段时间旅游的人超级少 有大半个月的时间都是只有我和悠然住在那所透天屋 说实话晚上超级下午 从那一次的居住之后呢我就下定决心 我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空间 以后有房子绝对不要买透天 那再跟大家说一下我在台湾住的第三种房子 也是我觉得最有特色的一次经历 住在学生套房的那一次居住经历呢 是在台中的东海大学东海别墅夜市那边 原由呢是因为我呢还是处于在居留期间 像我们大陆配偶居住在台湾这段时间呢 如果要拿到台湾身份证 就必须每年都在台湾停留六个月 当时呢还没有把所有的行李搬回到台湾 真的就是想把这六个月住够 又不想花太多的钱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很省的女人嘛 况且台湾的房租真的是有点贵 像我这种租六个月半年的房子呢 其实是很不好找的 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孤儿寡母 一般的合租呢是不太接受像我这样的 大家会觉得小孩子会不会有点吵 还有就是我是外来人士 大家会觉得外来人士就有点紧张 如果找一个合适的房子真的是特别难 最后呢我就下定决心要找这种学生套房 一呢它价位比较低 二呢它是接受半年短租 这一次的居住经历呢还真的让我见识到了 台湾的学生蛮吃苦的 因为那个房间超级小 我和悠然住的那个床一米宽 好在当时悠然比较小一点 我呢又比较纤细一点 刚刚好两个人可以平躺下那张床 但是容不得两个人各种翻身啊 那么床尾呢就是一个小窗户了 窗户下呢有一个很小的电视机 在电视柜的旁边呢就有一个瘦瘦高高的衣柜 在电视的另外一边呢就是一个很小的洗手间 就是这样细细长长 说到房费还真的是很便宜 房费是四千块钱一个月 包含了水费和网络费 还有第四台 电费呢是要领付的 我住的那所学生公寓呢一共有六层楼 我住在第五层 每一层楼呢大概有12户到14户 里面居住的人呢几乎就是上班族 还有就是学生了 好在呢它是有电梯的 楼下呢就是东海别墅乐视 吃东西还是很方便的 说一说不好的地方 蟑螂很多 像我和悠然的房间每天都在擦地 垃圾每天都在倒 可是呢很多小强的子孙后代完全没有隔音效果 几乎不可以在房间大声讲话 再有一点呢我发现了很多次米老鼠 特别是在一楼垃圾的极放地 每天去丢垃圾的时候 总是能看到米老鼠在逛街 我的妈呀太可怕了 收看我影片呢有学生还是 或者单身贵族呢想租这种公寓 建议大家一定不要住那种老式的学生公寓 在近几年其实台湾学生公寓有很多翻修过的 管理设施啊和基础设施真的也是很好的 多花五百块钱一千块钱住一个设施比较好的 是有必要的 不要像我一样一味的追求便宜 那也是我在台湾住过的最糟糕的 最小的最节省的一次居住经历了 那就再说一说住在婆婆家的经历吧 台湾住宿经历四 老是山下透天了厉 我婆婆家的房子大概有40年了吧 我和悠然呢也在我婆婆家住过很长一段时间 婆婆家呢一共有三层楼 呃我们住在第三层 第四层楼呢就是天台晾衣服的地方 那就说一说我们那段时间的居住经历 当时呢有一段时间赶上了台湾的雨季 每天都在下雨 起初发现地为什么一直都是湿的 那段时间呀我是每天都在找水的来源 到底是出自哪里 后来发现呢原来是墙壁和墙顶在漏水 在冒似呢可能是地震形成的裂纹 直到某一天早上起来 下床完全就是躺在河里的感觉 整个房间全部都是水 被子啊床单啊全部都湿掉 后来呢我婆婆知道了这件事情 就很着急怕我们住的不好 麻烦了工人帮我们弄了一下 据说当时修整天台花费了不少的钱 但是人生就怕BOT 我再次回去住的时候依然露水 直到现在还在露水 不知道呢是被我婆婆指派的这个人 把这个钱密下了 还是说请的这个工人团队是在骗钱的 只是不太想再麻烦我婆婆了 每次下雨的时候呢我会在床上铺一个防水的垫子 再说一说隔音性是很差很差的 可能是和设计有关系吧 住在婆婆家那段时间 每天晚上过了12点到凌晨5点之前 总共听到一个嚎叫的声音 有的时候呢晚上会嚎叫两三次 有的时候会嚎叫整晚 那种声音呢有点像掉落悬崖的感觉 再加上一些腰风和风风吹进来会有 但是后来想想没有什么可怕的 怕的应该是做亏心事的那个人 总的来说呢除了房顶栽漏水 再呢就是整晚深夜的嚎叫声 其他的呢还是很开心的 在我婆婆家居住的这段时间呢也是交到了很多好朋友的 再后来呢因为家庭变故的原因呢我们就搬到了台南 当时我们是寄住在我先生朋友的家里 台湾居住经历五 前两个月一直会遭到投诉 投诉的原因呢是我们家一直在制造噪音 可是明明都没有哦这件事情很蹊跷 而且都是在深夜被频繁的接到门卫的电话 还有呢就是门卫的敲门 后来门卫的大爷呢我发现我们家根本就没有声音 而且他也是不止一次偷偷的听我们在房间做什么 更可怕的呢是有一次那个一直举报的邻居 亲自来敲我的房门 那是某一天的深夜 凌晨十二点半的样子 他来敲门声音很租爆 他说你们家能不能不要再搞什么装修了 其实我当时也忍到极致了 明明声音不是从我们家发出来的 当场呢我就用比较高分贝的 比较直接的话语直接回击他 哎还真的神奇了 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骚扰过我们 再后来呢和门卫的管理人员聊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门卫大爷呢是跟我说他可能患有一些神经敏感性疾病的一个邻居 到底是因为听觉比较敏感 还是因为幻听呢我们就无从所知了 总之呢现在我又搬家了 暂时来说呢管理人员和邻居都是超级好的 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在台湾呢住宿的经历 总归来说呢电梯公寓 老师透天还有学生套房 我也是都经历过了 如果说哪种房屋是我觉得住的最舒服的 应该我会选择电梯公寓吧 哎我说到这儿会不会又有很多的台湾人说 为什么大陆人都喜欢住这种公寓啊 透天不是很宽敞吗 一呢我其实并不需要很大的空间 个人觉得家不是越大越舒服 家的温暖与否不在于大小 而在于家人和家人之间 能不能彼此真诚相待 我宁愿选择小一点的 有的时候住房呢就是家大了 人心却远了 像这种透天的房屋呢 真的还必须你自己去追垃圾车 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丢垃圾这件事情 会给我们造成多多少少的生活日常上的一些障碍 近几年呢台湾的建筑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发展了很多酒店式管理的公寓 那么对于这种老公寓和这种酒店式管理很豪华的新公寓来说 我一定不会选酒店式管理公寓 因为它的公设比实在是太高了 滑而不实 像我们这种客家媳妇 绝对会把钱花在刀刃上 不会去追求这种盲目的豪华 绝对不会 刹死掉 那也简单的说了一下 威威对于以后自己房子的一些设想 那2021年呢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攒钱 早日可以攒够一个首付 给悠悠一个温馨的小家 过着自己小确心的日子 生活呢遭遇到很多狗血的意外 不尽如意 但是呢 一定要有诗和远方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所有的分享啊 有没有和威威一样奇葩的一些经历呢 可以下方分享给我们听哦 还没有订阅威威频道的你 记得点一下订阅 按起你的小铃铛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点赞 那么请期待威威的下次影片吧 拜拜 我是幽妈 我是幽幽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下方留言哦 对 还有点让我们哦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